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蕾丝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画牢的故事 钢弹是一名画牢 这天因为抢银行被抓了起来 他和大胖关在一个房间 钢弹这嘴一直能说 没一会儿大胖就有些不耐烦了 一个恶虎扑石就冲了上来 结果被钢弹给打趴下了 警察们一看这哪行 便想着给送到精神病院 然而医生和钢弹一番交流后 发现这货不是疯 而是实实在下的傻 另一边杀手卢比给黑老大戴了绿帽子 黑老大一弄之下便将其埋了 卢比为了报仇 就抢了黑老大从银行抢来的2000万欧元 然后全部藏了起来 不一会儿就被警察给抓了起来 面对警察的审问 卢比充耳不闻 全当没听见 就在警察们犯愁的时候 钢弹因为画牢又让一名语有失了痴 警察灵机一动 便把钢弹和卢比关在了一起 钢弹还是一如既往的说个没完 卢比还是一言不发 钢弹觉得终于有人懂他了 可这天夜里 钢弹一回头 发现卢比居然割腕了 钢弹便急忙喊人将他送到了医院 自从卢比走后 钢弹无比失落 于是他也选择割腕去找卢比 经过这么一闹 两人又在禀房相遇了 此时卢比还是不愿意开口 于是医生将他转到了精神病院 钢弹一听说刺激也要去 不然就拿头撞墙 结果这货真的这么干了 于是他也来到了精神病院 之后警方为了避免卢比逃狱 便每天给他打两针 然后慢慢变成植物人 不过卢比用十万欧元 收买了给他打针的医生 并打算坐救护车出逃 与此同时 钢弹知道了卢比将要变成植物人的事 于是联系了一个吊车司机 打算带着卢比一起逃出去 对此卢比毫不知情 没有任何防备的被钢弹推进了吊篮中 逃出去后 卢比觉得钢弹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可钢弹一脸呆相 觉得对方是在夸自己 卢比无比崩溃 想甩又甩不掉 此时 卢比一心想为被埋掉的女友报仇 可钢弹只想和他做朋友 然后开一家小酒馆 这一路上 钢弹是不停的坑对友 不是抢了黑老大带定位的车 就是抢了警车被一顿追 不过经过这些小插曲之后 卢比不再那么嫌弃钢弹 这时 钢弹又说起了自己 想和他开一家小酒馆的事情 卢比却说你还是趁早死心吧 我们两个不是一路人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让你自己开酒馆 然而钢弹却拒绝了 因为酒馆的名字就叫 两个朋友之家 一个人干不了 这时 一个流浪女找到了这里 想住一晚上 卢比见她长得像自己女友 便答应了 晚上的时候 刚大趁大家都睡着的时候 拿卢比的电话 打电话给黑老大 说是愿意提供卢比的位置 不过这是她的调户李山之际 骗黑老大的保镖来这里 好让卢比去报仇 然而这一切 流浪女是听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 卢比走的时候 钢弹说自己有个计划 可没说具体是什么 随后 卢比得知 这个流浪女是个苦命人 便帮她找了一个房子 还给了一笔钱 流浪女感动之下 便将昨晚 钢弹打电话的事告诉了她 于是卢比赶紧往回赶 结果发现 钢弹都快被揍成钢渣了 那人像是一笑合力干倒了坏人 这时 卢比有了一个新计划 假装不敌被抓 然后打黑老大一个措手不及 当黑老大见到卢比以后 情不自禁地嘚瑟起来 卢比见事突然袭击 一阵激烈的枪战之后 就剩下了黑老大和受伤的卢比 眼看卢比就要被黑老大杀死的时候 钢弹偷袭了黑老大一枪 不过黑老大在死之前 又给了钢弹一枪 然而这时 钢弹也不忘和卢比 说开小酒馆的事情 这次卢比没有拒绝 而是畅想着小酒馆未来的美好 就在两人沉浸其中的时候 警察终于遇到了 钢弹又开启了化劳模式 说我们干倒了黑老大 你可要快点放我们出去哟 因为我们还要一起开小酒馆呢 在这部电影中 两人一冷一热的亡命组合 确实将法式习剧呈现得 最为独具匠心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位化劳 你会进而远之 还是和他成为知己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播点赞收藏 加关注吧 拜拜 拜拜